碎莲是不少人拿来当造景的植物 不过在屏东牡丹乡的东元部落 地方上的族人却把碎莲视为眼中钉 因为这是外来种的碎莲入侵到东元湖 不仅原本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莲湖面上也不如以前透亮 现在部落的年轻人就发起了清除碎莲的活动 这个面积大约有两公寝宽的东元湖 又被游客称为哭泣湖 莫拉克风灾之后就冲入了大量外来种的碎莲 碎莲也在这几年爆增 曾经是祖先用来灌溉的水源地 现在一眼望去都布满了碎莲 对外来的游客或许会觉得很美 可是这对东元部落的居民来说 是一场生态灾难 现在湖泊已经呈现严重的优氧化 鱼类也大量的减少 所以部落发起自清的运动 同时也邀请号召各界加入 目前已经清除了大概三分之一的水帘 不过因为现在冬天了 湖水的温度太低 部落跟相公所考虑明年春节春天的时候 然后再持续的来清除 再持续的来清除